如果发生海洋悲歌 台东支本西的出海口 昨天晚上发现了一只将近有四公尺长的大金沙 被民众发现在岸边载夫载成 民众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救援 金沙割陷的案例在台湾东部这边 其实在整个台湾来说都很少见 它真正的割陷的原因 其实我刚初步的研判 看它的外观的话 它没有什么受伤 所以应该不是说是被遗拒 或者是被其他动物攻击所导致的死亡 然后有可能是觅食 那真正的原因的话 可能还是要